有了PS5为什么还要买4080 用了半年后不后悔 说实话有点后悔 因为这块显卡的在我这的利用率真的太低了 感觉有点浪费 如果你有PS5 PS5是能玩4K60的游戏的 对于玩游戏的游戏玩家来说 是没有必要再花小一半块钱买个4080的 那我当时为什么要买4080呢 其实最开始我想买4060或者4060Ti 但是那时候没发布 它是今年五六月份才发布的 我那时候有一个RTX2060的6G显卡 玩1080P60高特效的游戏是没问题的 我日常使用显卡主要是做4K视频剪辑 我想尝试一下导出AVI编码的视频 但是这个功能需要40系的显卡 和最新一代的AMD显卡 以及英特尔的显卡才支持 那个英特尔显卡就算了 太劳神具体就不说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掉了小一万块钱 个人所得税的退税 给我的感觉 这钱不是我的 就像中彩票一样 于是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一万块钱花出去 那买点什么好呢 买个显卡吧 能玩4K60 不开DLSS 几乎所有的游戏都能稳60帧高特效的显卡 一个是4080 一个是4090 在当时的4090 价格是一万三到一万五之间 4080是九千到一万之间 那为什么不买4090呢 一个是有点贵 二是我觉得用不了那么大的 第三我这个电脑的电源 只有750瓦 带那个够呛 带这个还凑合 那如果是4070Ti呢 那感觉又有点勉强了 有点看不上它了 在今年三月只有这三块显卡 那既然锁定了RTX4080之后 首先要做两个工作 一个是检查你电脑的电源 我的CPU是英特尔的12700 12代的i7 不带K 给它200瓦应该是够用了 显卡呢 给它500瓦应该也是够用了 那两个是700瓦 剩下的给50瓦也足够用了 虽然当时我问过很多 卖4080的商家 他们说750瓦电源不够 但是实际上用了这半年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这个电源也可以啊 海运的GX750 750瓦金牌全模组 它没有虚标 如果超一点应该也没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那就是机箱里面显卡的尺寸 这个是个大问题 这个显卡啊 它是三槽位的 占了三个插槽 厚度是没问题的 高度也没问题 你们看这个挡板在这个位置 上面还有这么高的空间 问题就在于长度 这个级别的显卡 4080 4090用的是 几乎一模一样的散热模具 很长 也就是说 机箱能乘下4080 也就能乘下4090 我这个机箱长度是315毫米 通过咨询客服 我算了一下 它的这个挡板 它有一厘米的宽度 这个显卡 它在写参数的时候 它是包含了这一厘米的宽度的 这个机箱 它的参数 是去掉这个挡板的宽度的 总而言之 这块显卡将将能放到我这个机箱里面 还富裕了0.5厘米 电源和空间问题都解决了 我买的这个4080是七彩虹的 型号是ADOC 据说做工用料性价比很不错 静音也很好 而且还带超频 它有三个DP接口 一个HDMI 2.1接口 这还一个超频 顶部是NV的这种电源 两个10厘米的风扇 一个9厘米的风扇 这卡当时我买的价格 在京东上是9300块钱 9299吧 现在我看了一下 半年时间过去了 没想到还涨价了9599 我当时还对比过淘宝的价格 这块卡在淘宝上的价格是 8800 不带发票的 现在淘宝上 这块卡的价格还是8800 那说明这半年没怎么变呢 老黄 真有你的 那为什么说有点后悔呢 是因为我现在这半年 用这块卡主要是用来剪视频 也是入门级的 直播也是入门级的 就算是用英特尔的那个集成响卡 USD770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导出视频的时间上 速度上区别很大 这块卡能快几倍 甚至十几倍 不论是导出H264 265 AV1全都是速度相当的快 即便是这么快 风扇也不转 你说气不气人 这就是我感觉到浪费的地方 其实买这块卡 最关键的就是为了玩游戏 4K60高特效 特别是稳60 最高特效拉到极致 最关键是不用开DLSS 游戏兼容性还很好 其实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4080和PS5 它的特效是有区别的 4080的极致高特效 从细节特效品质感都要好于PS5 这个该怎么说怎么说 毕竟价格也差了很多倍 但是只有在同屏对比的时候 才有明显感觉 单独玩PS5或者单独玩4080 区别感知不强 所以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PS5的2K中高特效也是没问题的 话说回来 这半年 不论是PS5还是4080 我都没怎么玩游戏 有了4080 只是图了一个心理安慰 我估计我要是剪视频 4060或者4060Ti 应该也很快 也能胜任 那个价格才2000多 要不我把这个4080卖了 买个4060Ti 你们觉得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 给我点意见 谢谢